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摩羯总是给人很震惊的样子 做事认真严肃 有名的工作狂 一颗心都铺在事业上 好像跟感情无缘似的 其实摩羯在感情上也会遇到克星 拿对方没有办法 天生相克 一物想一物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摩羯座和谁恋爱会变怂吧 第一名 狮子座 摩羯座和狮子座恋爱会变怂 他们都是性格很强势的人 有主见有想法 轻易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在工作上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当摩羯座和狮子座走进感情的时候 刚开始也会冲铺不断 谁也不服谁 都不想向对方低头 但是随着越来越深入的交流和相处 他们也会变得越来越默契 尤其是摩羯座很欣赏有能力实力强的人 狮子座在各方面都很出色 不自觉就会把他征服了 摩羯座很容易被狮子座降服呢 第二名 双鱼座 摩羯座和双鱼座恋爱会变怂 从性格上来看 两个人完全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 摩羯座现实实际 座是有张有法一板一眼 双鱼座则具有浪漫主意 阳光善良 热于主人 很容易情绪化 也容易被感动 摩羯座虽然很欣赏能力强实力强的人 但是在面对双鱼这样软绵的性格时 却无法印下心来 一旦双鱼撒个脚卖个萌 心都要融化了 很喜欢双鱼带来的惊喜感觉 摩羯座被双鱼的暖心照顾所打动 两个人天生一物享一物 第三名 双子座 摩羯座和双子座恋爱会变怂 摩羯座是很有规矩 有秩序 能够任人真正完成事情 在感情上也非常有责任心 尽可能为爱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还是勤恳上进 双子座活泼灵活 擅长交集应酬 能说会道 情商高 厨师圆滑也有些事故 跟谁都能很好地相处 在感情上看上去不认真 其实非常专一 开始的时候 摩羯座很看不惯双子的这种性格和举致 但是却又会被双子的聪慧折服 在感情中 双子把摩羯吃得死死的 两个人一物享一物 总之 摩羯座跟狮子 双鱼和双子这三个星座在一起时会变怂 面对他们的时候 会受到一定的克制 但是却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